听说了吗 小马在报馆门口英雄救备 反被总督大人打得落花流失 总督大人一生气 就把穆家小姐的报馆给封了 所有人都给遣散了 这下美义可嚣张不起来了 还有这个四哈 看这个美姐 以后这么多面前嚣张 站住 我听说你和燕青今天打架了 是她先打的我 结果我没打过她 天天闯祸 你当你是黑帮的呀 你娘我从小就叫你 安分守己 低调做人 你呢 学什么英雄救美 打架又打不过 我从小就叫你练过我 你练得这个不上不下我 你娘我在桃花心以后还怎么混啊 哎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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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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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哥 你们同文馆是隶属朝廷吗 如今蜻蜓准备立宪 所以啊 对洋务格外的卖力 专门设立了总理衙门 来管理洋务 我这同文馆 就是隶属于蜻蜓之下 效仿西方的学校 培养一些水师 军师 算法上的人才 既然有这层便利 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 也可以省去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是不是 可以把报馆 办在哥哥这里 这样 有你们庇护 我就不用天天 东躲西藏的了 还得害怕被他们查封 再说了 我还有好几篇 炎经天的稿子没发呢 这样也好 那你们就搬到 这边的地下室吧 我错了 我再也不闯祸了 我要低调做人 娘 你又闯什么祸了 说给你的 这几句话呢 写一千遍 十五个字写一千遍也太多了吧 八百 不行 九八 八百五 八百七 那就八百五 你还讨价还价呀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臭小子 你娘我小时候 好歹也是经常大呼人家的小姐 上三期 满洲大姓 满洲大姓 每天伺候我的丫头就有十七八个 现在呢 切萝卜 卖酱菜 喂的是啥呀 不都是为了你 你看看你 字不写 功不练 钱不转 连人都做不好 你让我拿什么脸活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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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干啥呀 找东西 娘 你找什么呀 绳子 找绳子干嘛呀 上跳 我不活了 我这就所以你给去了 娘娘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好好练过 实际上不行 我还能上街耍得到卖一赚钱呢 娘 我写 一千遍 娘 我知道错了 你瞎了吧 别哭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行了吧 我觉得吧 光练子是不够的 你还得 顶顶坛子 啊 哇 今天呢 娘就在传授给你一套 独门功夫的心法口诀 你可要听好了 一月的萝卜 二月的肾 啊 那至于这个意思嘛 就是告诉你 出招的时候 要想象着你像是在切萝卜 招招都要见血 听懂了吗 娘 这是你的家常功夫吗 怎么这么不入流啊 这样才能糊弄人嘛 你懂什么 哦 这你说 你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 怎么会这么不入流的 武功和招 招式 跟你那个册子上的完全相反 册子上画的虽然是拳法 却是美得很 册子 你看了我什么册子 就是你包在手卷里的册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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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娘 我就偷寻了两仗 你别生气 娘 你是不是 又想我爹了 我 美人 林残月 无言 若有思 寒贫淡邪地 于杰 连者谁 于本多情人 寸心 辽子痴 好歌幽兰曲 原情 终不已 儿子 儿子啊 娘告诉你这些事情 不是让你去报仇的 哦 娘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练习这本册子上的功夫 做个有知青年 做个有知青年 不要被别人欺负 你要对地要做人 功夫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不能照耀过失 更不能做坏事 你听明白了吗 儿子一定好好练功 保护娘 不再受人欺负 瞧瞧吧 是 多吃点 大人 请 杨人还有什么话吗 我们王爷听说 这批货要在广东港滞留 可欣喜得很 杨大人的这批货 不止是要在广州港滞留 而是要存在这里 日后提早 转去南洋 而王爷要的货 也在其中 好 不过 这朝廷 不准晕大烟和私言 这万一 要是被查到的话 我们会一并承担责任 好 大人 够爽快 来 以后有钱 大家一起转 吃 你好啊 穆姑娘 你来了 小马在吗 在 在 里边请 梅姐 清清姑娘来了 小马的朋友 梅姨您好 清清姑娘 来 里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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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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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姑娘来了 你好 你好 清清姑娘 来 请用茶 谢谢 谢谢 儿子 艳福不浅啊 娘 查饮了 要不 你去歇一会儿 我歇着呢 重点 有 有 美姐 你看看我切的萝卜够不够 啥萝卜 白萝卜 随便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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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我来找你 是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 现在国难当头 清政府无能 你我正值芳华 理应担当起护国的责任 虽然 可能你我微不足道 宛容大海里的伊丽莎 但是 能为国出一份力 也是问心无愧的 上次 看到你和颜青天周旋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这样的朋友 我愿意交 所以 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报社 好 前面有家医馆 明着是行医卖药 但是背地里却干着贩卖大烟的勾当 我想写片文章揭发他们 但是报社说 要我拍照取证 拍照取证 嗯 这个有意思 包在我身上 这是相机 你学会了吗 早就学会了 没问题 那你小心一点 哎呀 没问题 相机不会给你摔坏的 我说的是让你小心一点 给我吧 谢谢 谢谢 谢谢